宣傳政策到一半 卻被後方幕僚影響 謝國良面露不悅 出言打斷 反觀一早 事隔暖心 事長形象 上班時間又到公車站站崗 向民眾揮手說早安 還恰巧直擊車禍現場 趕緊小跑步 關心傷者情況 儘管議員質疑 但市府發言人 分享這低調形式的作風 慶幸有這樣溫暖的長官 積極幫市長宣傳 色違因為機動巡委會公布 祭出一千四百四十一件查詢單 等於罷免投票 幾乎成定局 溫情排奏效了嗎 根據美麗島電子報最新民調 如果謝國良罷免案成立 會去投同意罷免的有百分之三十九點三 不同意罷免的有百分之四十九點三 但前立委沈富雄就直酸恨甜不成綱 謝國良讓人感覺太軟弱 深度鞠躬發文宣 拿不到票 更會讓人看不起 覺得他好可憐 打一個氣 彼此給個溫暖 這已經是我們基隆市良好的一個傳統 那我們這個良好傳統 那當然要給他繼續延續下去 另外基隆也被點名中央合播一般性補助款 執行率未達八成 謝國良回應繼續努力 畢竟施政滿意度 攸關罷免投票意願 謝國良沒有鬆懈本錢 三順高冠生市政郭思文台北裁縫報導